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教你如何自製神仙水 神仙水可以是內服又可以外用 有少少分別的做法 這包是香葉 又叫肉桂葉 我這包買得很便宜 一包大都是12元 但有些香料店會將它做細細包 有兩元一包 但只有五六片 我買一包12元便便宜些 這粒月桂葉 平時我們也叫香葉 它有清香的氣味 因為它本身有 可以揮發的油 所以你會嗅到的味道 還有它有殺蟲的作用 又可以治療戒線 還有皮膚病 而且對身體也很好 它可以提升我們的腸胃功能 又開胃消食 促進膽汁的分泌 而且我們用香葉來熬水 你喝了之後 你又可以清除身體內的廢物 以及可以把身體內的 寄生蟲或細菌都可以清除 而且最好就是早上空肚飲 喝一杯就可以了 大概是200毫升的水 現在我用了七至八片 它的葉都是細細快的 而且喝香葉煲的水 還可以幫助清除氣管內的雜物 以及細菌 所以對氣管也是好的 現在先清洗香葉 然後用小鍋煲 煲水 我今次會煲250毫升水 因為有200毫升的水 是用來飲的 有50毫升的水 會煮一瓶神仙水 用來外用的 我這裡是250毫升的 因為預計它會蒸發一點 加了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蓋上蓋子 開火煲沸滾 滾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轉小火 然後油煲多5分鐘 不需要煲太久 到5分鐘之後 我們就可以關火 蓋起來 然後先油煲多30分鐘 它焗了30分鐘之後 它又没有太热,其实就已经可以饮用了 我们可以倒出来喝 我先预测一个锡,然后可以用锡隔走香热 现在我已经分开了两样,这杯可以每早上空肚喝 另外这些是用来做神仙水 我们平时的化妆品很多时候都会有神仙水 对滋润肌膚有很多好处 今次这个神仙水,我们加入了橄榄油1茶匙 其实你们可以用其他适合你们用的油 例如杏仁油、椰子油、百乐油或维他命E的油 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就会找一个小瓶 那个小瓶是有喷嘴的 因为稍后我们用的时候就会像喷霧式那样用的 这些小瓶其实也有得买的 然后我们就把刚才开好的神仙水 入到小瓶 它是可以放在冰箱0至4里保存的 可以保存一个星期 每晚晚上临睡前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神仙水 噴到面上 或者你的手、脚、肌肤都可以 其实这个神仙水的好处就是可以去皱纹 以及也可以去斑 噴了之后就可以轻轻按摩一下它 让它吸收 让它吸收 吸收之后 你可以睡觉 到第二天才洗掉它 现在我们就 加多两片香叶 浸在那个瓶神仙水里面 因为那些香叶 其实应该都可以有些揮发性的油 放了两片之后 就可以拧盖 放入冰箱 可以保存 每晚就可以拿出来用 而且这个是非常天然 有简单的神仙水 完成的 大家也可以不妨试试 而且你看我买这么大包香叶 其实香叶的好处是很多的 所以你们可以在平时煮菜 或者煮菜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放几片下去 因为都会帮助你们身体 杀菌 增强你的抵抗力 如果喜欢一条影片 就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频道 我亦很欢迎你们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在我频道里面 我有很多不同的播放清单 我其中有一个播放清单 叫交游乐 就是一些本地的行山片 和水上活动的影片 还有我亦新增了一个 叫做新进微电影的playlist 就是有一些是本地的 新进导演 可以说都是比较年轻的 他们都会尝试去拍一些微电影 都是需要我们的支持 另外在我的影片下面 有红色订阅的位置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选择全部 就订阅成功了 如果喜欢一条影片 还可以lik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